香港知名主持人苏诗黄经历了两次抗癌,他先于2005年患上乳癌,前年又不幸患上大肠癌第三期,需要接受肿瘤切除手术及四次化疗,幸好现已康复。 前天,17日,是苏诗黄69岁生日,他在IG现实动态分享生日照,同性密友姬燕玲陪伴在侧,而好友钟楚红也有为苏诗黄庆生。 苏诗黄更上载了11年前跟钟楚红的合照,钟楚红11年来未有太大改变,相反苏诗黄却发福不少。 刚踏入69岁的苏诗黄,昨日在IG现实动态分享生日照,穿上绿色V领衣的苏诗黄,精神奕奕捧着生日蛋糕,旁边是同性密友金燕玲,他轻轻依偎着苏诗黄,表现恩爱。 而同场更有与苏诗黄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老表,两老表打扮及相似,齐齐举起V首饰拍照,仿若孪生姐妹。 苏诗黄一于IG现实动态分享两张与钟楚红一同庆生的合照。 2月16日是钟楚红64岁生日,聚会当天钟楚红穿上桃红色衬衫,而苏诗黄则依旧打扮低调,二人与另一位同样二月生日的朋友一同拍照。 三人齐齐捧着蛋糕,笑得非常开心。 苏诗黄更与IG分享一张设于2013年与钟楚红在桃花前的合照。 可见钟楚红在这11年间未有太大分别,美貌可谓领走样。 不过苏诗黄明显长肉发福不少,面形变得更圆润,更有双下巴。 苏诗黄与配角天后,金燕玲同居相伴超18年, 两次婚姻失败的金燕玲50岁时回港遇上苏诗黄。 在苏诗黄的强烈攻势及贴心照顾下渐渐被打动,花了五、六年终于转变想法。 苏诗黄甚至曾承诺赚两亿元让金燕玲过好下半生。 金燕玲同样两次患癌,2019年确诊子宫癌,切除子宫、卵巢、淋巴等部位。 2021年在患乳腺癌,苏诗黄无微不至照顾她,金燕玲康复之后重回荧幕,放心追求自己的电影事业。 现年69岁的知名女星,曾四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的实力派艺人金燕玲。 最近几年可谓经历了不少波折,因为她在2019年、2021年先后两度确诊患上癌症,一度给她带去不少打击。 如今金燕玲两度抗癌成功,并且复出拍摄了电影《不日成婚2》。 目前这部电影正在热映中,在片中金燕玲饰演男主角陈家乐的母亲,性格极为强势。 随着电影的热映,金燕玲也受邀接受了某传媒的访问。 在节目中,她罕见提及了自己的感情生活,因此又再度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和关注。 可能了解金燕玲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,这些年,她的身边一直有一位同性密友,香港知名主持人苏诗黄。 两人在一起已经很多年,携手走过了不少困难时光。 对于这段感情,金燕玲很少会在公开场合提及。 这次在采访中,金燕玲终于公开出柜,大方承认了和苏诗黄是情侣关系。 据金燕玲透露,最初她和苏诗黄其实一点都不熟悉。 两人是在共同朋友介绍下认识,只是普通的牌友关系。 令金燕玲没想到的是,两人打了几次麻将之后,苏诗黄竟然向她发起了猛烈追求。 最初的时候,金燕玲都有被吓一跳,完全没想到对方会这么主动。 在苏诗黄的追求下,金燕玲最终同意了和她交往。 现在金燕玲回想起当年的决定,都有一点不敢相信。 她也表示,自己整整花了五年的时间,才接受自己和同性在交往这件事情。 当然她也明确表示,自己也不是因为婚姻失败受到了刺激,才决定和女人谈恋爱。 据了解,金燕玲早年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。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,她就和一名富商结婚了。 婚后,她还跟随对方到了英国生活,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六年。 之后,金燕玲又同一名律师交往,后来在交往期间发现自己怀孕了。 即使在怀孕期间,她已经知道对方出轨了,但为了度中的女儿,她选择忍气吞声。 女儿出生后,金燕玲便和对方结婚了。 这段婚姻因为有孩子的存在,还维持了很多年。 只是在2005年的时候,两人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。 婚姻失败之后,金燕玲将事业的重心转头到香港,到了香港,在机缘巧合下就遇到了现在的爱人苏诗黄。 两人确定关系之后,就一直相互扶持,相互陪伴,感情颇为稳定。 金燕玲在2019年患上子宫癌,经过化疗,眉毛头发都掉光了。 2021年患上乳腺癌,做了手术情绪崩溃的时候,都是苏诗黄默陪在她的身边。 而苏诗黄在去年年底,也同样被确诊,患上了大肠癌。 并且,她的癌症还是处于第三期,需要尽快做手术。 在苏诗黄陷入低谷的时候,金燕玲也同样默默陪在她的身边,给了对方最大的安慰和鼓励。 在最困难的时候,金燕玲和苏诗黄都给了彼此支持,相信这样的感情只会越来越稳定,越来越长久。 随着身体逐渐康复,金燕玲也在慢慢复出拍戏了。 期待她将来能够在荧幕上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。 大美人中处红字1992年吸引之后,就再也没有付出过。 不过,她也并没有绝迹在众人视野中,如今她有她自己的生活,自己的人生,只追求过惬意的生活,舒适的日子。 所以大多看见她的时候,都是出现在一些朋友的聚会上,这反而更能展现出她生活化的一面。 重要的是,大美人如今已经迟暮,但是气质依然如往昔, 更张显出了成熟女子独有的魅力色彩。 昔日的女神如今依然是女神。 不知不觉,红姑如今也已经64岁了。 2月16日是她64岁的生日,虽然是大寿, 但是红姑依然选择低调与苏诗黄度过,两人生日仅相隔一日。 所以这些年,苏诗黄都会与钟楚红一同庆祝,今年也不例外。 钟楚红是一代女神,从影的时间算不上太久,1980年到1991年不过十余年而已。 但是十年间的从影生涯也令她留下了不少的代表作,包括《男与女》、《秋天的童话》。 《伴我闯天涯》都是经典,美中不足还是会令人小小抱怨钟楚红的吸引时间太早, 不能再一睹她在荧幕上的风采。 钟楚红1992年正式吸引,皆因为嫁给了广告界的才子朱家鼎,婚后专心做少奶奶。 由于婚前与丈夫协议不生孩子,所以婚后她全力做丈夫背后的女人,身居简出。 可惜的是,朱家鼎在2007年罹患大肠癌病逝,如今就只剩下她一人独自过活。 钟楚红虽然吸引时间较早,且在婚前协议不遇没有孩子,而在朱家鼎离世后,她又坚守对王妇的感情,决意不再嫁人,至今一人生活,但是她依然活得很自我,很丰盛,因为她有自己的人生方向与追求。 在2007年朱家鼎离世后,钟楚红经历了人生的最灰暗期后,在伤心了一段时间后,她又重新活了过来。 她没有选择再付出拍戏,而是继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每一日的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,平日最喜欢的就是爬山,游水,做瑜伽,保持身心健康。 见钟会拍些广告打发时间,更热衷做慈善,早几年更是重拾了自己最喜欢的摄影工作,闲时周游列国四处拍照,这几年来还多次举办了个人影展,虽然都不是什么大规模的展览,但总算是成就之作。 另外,钟楚红还很有兴趣地去钻研陶艺的艺术工作,自己陶金陶冶情操,更会买菜研发新菜式,总之生活多姿多彩,根本就不需在眷恋五光十色的娱乐圈生活。 也或许是这样,反而令钟楚红保养极好,耻目是不可避免,却能在不同的年纪活出不一样的风采,这个尤为难得。 除了丰富的生活外,钟楚红还有很多朋友的陪伴,令他不孤单。 这些年看到钟楚红的身影最多的时候,都是在朋友的聚会上,郑秀文,甘比,苏诗黄都是他的挚友,尤其是苏诗黄,两人相识很多年,且生日之差一天。 所以,每一年苏诗黄总是要与钟楚红一起庆生。 2020年钟楚红60岁生日,就是与苏诗黄一同度过。 按照传统,60岁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寿,应当要大肆庆祝,不过钟楚红选择低调庆祝,简简单单,只邀请了几位友人在自家庆祝。 整个生日宴会没有大排场,但是过得很开心。 苏诗黄特地送上了一个村上龙太阳花造型的蛋糕给钟楚红。 而钟楚红作为回礼,则是上送上了仿真度极高的玉鲍鱼,算是送给苏诗黄的生日礼物。 之后,两人还一同合照,其中一张是钟楚红见到蛋糕时做出的开心状,只见他红粉飞飞,整个人开心地手舞足蹈,笑得眉飞色舞,可想他的心情有多好。 值得一提的是,钟楚红从来不喜欢修图,完全以最真实、自然的一面世人,可想他的状态极好。 而除了护赠礼物外,苏诗黄还晒出了钟楚红的手工艺术品。 之前提及,钟楚红这些年很喜欢陶金、雕刻,以此陶冶情操。 而据苏诗黄透露,近日他又开始学习日本的,经济记忆,即是在破损的淘气上涂上天然金漆进行修补。 从苏诗黄晒出的成品来看,需要的技巧性非常高,手工细致,真是令人大开眼界,忍不住要赞叹红姑心灵手巧,外在与内在一样美。 很多女艺人都很介意自己的年龄被曝光,不过钟楚红从来都不介意,不只是在今天如此,在她当年活跃的时候都是如此,她直言比起年龄的秘密,心态才是更重要的。 这也难怪,六十多岁的钟楚红至今都保养得那么好,风采还是那么迷人,祝她生日快乐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